请教玉佩老师 老师什么叫姓名组合的人 特别的硬朗 好的 我们要看名字的人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的笔画 拿出来算算看 除了人格之外 我们最好还对对用字 当然如果你对到笔画的话 也有70%的硬朗 对到用字是30% 第一个组合特别硬朗 是因为它本身的笔字就很好 人格如果出现了 11 22 17 27跟35的人 那么对到笔画之后 男生的用字如果是 海都道圣兵竹县 女生的用字是 乔梅合姿姓月姿 其实在命理来讲 看健康一定要看一个人 先天的八字 因为先天占了70% 名字占了30% 但是如果你先天命盘的 健康不是很好 但是你名字上对到的话 也算是有补孕的作用 那这些组合的人 在名字来讲 他的健康底值是非常好的 抵抗力好 免疫力很强 一般般的那种小病小痛 是不容易上升的 算是一个健康宝宝 每个月缴的健保费 几乎都是在帮助别人 可是说的也很奇怪 这些组合的人 他们平常也没有特别的养生 也没有特别的运动 可是他们的身体就好像 多了一层金钟罩一样 别人都在赶流行去生病 那么他们在忙着什么 照样吃 照样喝 照样睡 照样去玩 偶尔不小心中招 可是很快也就复原了 所以对到的朋友 既然你的底子好 你更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他特别硬朗是因为 他平常有在练 我们来看人格的笔画 出现了七十四十六 二十三跟三十 那么在用字上面 男生是 野进台庭古冠邦 女生的用字是 既农善心勉强劲 活着一定要动 而且大家也知道 活动的重要性 可是说归说 要执行起来 真的是很难 每个人都有一套理由 说明自己没有办法去活动 其实统计起来不外乎 就是我很忙 我真的是没有空 但是这些组合的人 他的自律性 真的是蛮强的 像这个平常有在练 像有的人他不见得 有固定的时间 在做运动 但是他会找机会 比如说像有的人 他可能上班的时候 他提早个十分钟出门 他走个两站 上下班走个两站 走路到捷运站 所以这当中 他就已经有走路的运动了 其实走路 他其实是可以增加 我们的心肺功能的 像有的人 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不坐着 他站着 有的人在干嘛 在做踮脚 在做伸展 那甚至有的人 干脆就放一个走路机 在那个地方 一边看电视 一边走路 那这个对于他的气血 其实循环是很好的 当然有的比 这些组合的人 他真的是很规律的 每一周或是每一天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运动 那不管是游泳 登山 健行 骑脚踏车 他都是按时的去做 就是因为他的规律性 所以他的这种抵抗力 他的硬朗度 比童年里没有运动的人 来的要强很多 那其实说真的运动 要活动 他真的并不是很难 因为你不一定要排固定的时间 你不一定要把自己类的汗流浃背 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心 我觉得再怎么硬朗的人 并不代表你这一生都百病不侵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当身体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接 不要漏接了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